美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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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问题 是比较从挑战跟机会来看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高龄的议题 其实就是照顾我们未来的自己 所以我很喜欢做这个研究的题目 那我们现在台湾所推的 大部分老龄照顾的呢 其实呼应今天早上讲的 有点停留在他们所讲的4.0 因为4.0跟3.0是属于工业跟资讯的时代 那工业跟资讯的时代 现在的AI 希望能够减轻这个劳力 然后呢 资讯更发达 可是现在台湾做的还在这一块 所以长照2.0目前停留在这一块 那呼应今天要讲的Society 5.0 5.0的部分呢 就是把人给放进去 所以如果把人给放进去 那这个AI呢 就会很有温度 所以说呢 对于一个长照的部分 照顾未来就是照顾我们的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看台湾政府所推行的长照政策 其实是在照顾我们的阿公阿嬷 还有我们的爸妈 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中年人 十年十五年很快就会老 很快就会进行到所谓高龄的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要发展的AI 应该是前瞻性的AI 就是十年十五二十年 我们可以用的 那我自己目前的部分就是 就是正在跟台大成 跟我们成大团队合作 卢文翔老师 我们做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台语辨识 因为像在我们在Apple裡面的Siri 它的英文辨识已经非常好 那为什么老人家觉得 机器人不好用呢 因为机器人听不懂他讲的话 不管小孩子买给老人家多好的手机 可是他听不太懂台语 而且在台湾的整个社会环境当中 通常是双语并用 有时候有英语台语还有国语 那可能还加上某些客家化 还有一些北京乡的国语好了 对 所以呢多语同用的情境 必须要让老人家说 觉得这个好用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发 怎么样可以跟老人家聊天的 一个社会的lobot 社会机器人 那社会机器人 为什么聊天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 有超过65岁以上的人 有将近340人 然后我有去统计过 只有一%的人 是那个我们的社工有去 有去独居坊式的 可是呢有将近340万的老人家 他可能是自己独居 那这个独居我们称他为类独居 类独居就是说 他可能他的小孩白天去上班 然后他白天就要自己待在家里 所以他就没有人可以讲话 那他就只能看着电视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社会机器人 可以跟他互动 然后刺激他的社会功能 那这样子就很能够呼应说 我们今天早上的Society 5.0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把人给放进去 就是这样子 现在就是慢慢的在应用 因为台语的电视需要很多的 语料资料库 那南部的话 卢老师就是 我们放了很多台语的录音 圣经 还有其他的东西放进去 可以让这个AI的知识体系更丰富 可以让这个AI的知识体系更丰富 感谢观看